我们前面用这个交叉验证 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一小节讲这个网格Grid 这个搜索 那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用四个特征 画半跟画二的这个长跟宽 那预测呢三种Iris的这个类别 那我们从SKLearn里面的这个模型选择呢 Import的Grid Search 这是这个交叉验证 然后这个交叉验证这个分数 所以这个是新的 这一节新的 然后呢 这个什么叫Grid呢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所谓来做这个正规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L1或者是L2 这是这个惩罚的这个成本 这个是在我们在之前讲的正规化的时候 那第二种呢就是你的参数C 这个正规化的这个强度 这个算法是L2弄的 一个是L1 你可以10的负5次方 10的负4次方 一直到100 所以这个排列组合是两种 这边有8、10、12、13种 所以一共有26种排列组合 我们在26种里面找一种最好的 所以这个呢 两个维度画出来呢 叫一个Grid 就类似有点接近暴力法 但是又不是那么暴力 找到最好的这个参数 所以呢我们呼叫一个 这个instance叫Grid search的这个cross validation 交叉验证 我们的估计呢 用一样论逻辑师回归 这个跟以前一样 那我们的参数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那个Grid的这个参数 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写法是等于一个中挂弧 那么一个大挂弧 那这种呢 基本上呢是属于这个叫做 叫做这个 叫做字典 这个Dictionary 各位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它Python的一种资料结构 各位可以翻译一下 叫字典 好那它的分数呢 是正确准确度 然后它的做十次 每一组参数 所以我们现在有 这个刚刚讲24种26种 讲一讲就忘了 然后每一种都要做十次 然后呢 我把我们的资料 x跟y x有四个特征 y有三个类别 把它fit 然后fit完 你就可以找到最佳的estimate 这个是Python 提供的这个结果 两个都有一个底线 它跟你讲说C等于10 然后呢 这个做 这个Iteration做100次 然后这个基本上 这一些参数 你要去看一下规格书 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参数还真的蛮多的 好 那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知道是C等于10 L1 这是我们两个 刚刚用的这个参数 是最佳的 好那接下来 我们看它的分数 这个Cost Validation 这个分数 我们跟对这个GS的点 最佳的预测 我们找到了嘛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一个 然后来 针对我们的x跟y 来看它的准确度 然后CV等于10 然后来做一下 这个Cost Validation 我们先找到 然后我们把它印出来 然后呢 你做完之后呢 把它指定给这个分数 那你印出来呢 平均 这个这个是一个分数 然后你直接取它的平均值 它跟你讲说呢 平均是0.98 这个 Impressive 就是10个里面 它平均的是0.98 每一个都非常的棒 所以可以帮你找到最佳的这个参数的排列组合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来验证一下 假设呢 这个我们用逻辑师回归 那Penalty是L1 然后我这边呢 这个故意呢 不给它写 这个C呢 是浮点 它的预设是1 然后呢 我们去叫这个Cost Validation Score 一样叫LR 这是LR 这跟这个一样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这边叫LR 这边叫LR 这个逻辑师回归 一样 我们的资料 F跟Y 准确度 CV等于10 印出Y等于多少 这个呢 是它的值 它的平均值0.96 所以显然不是0.98 所以这个是我 刚刚讲 我有故意的 那这个是要跟各位讲说 你还是要去 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 有时候还是要看一下 它的官方上面 网站上面的一些资讯 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呢 我们在做逻辑师回归的时候 加上C等于10 那Penalty当然一样是L1 所以呢 我们一样 这个就一样 这个是一样 这个X跟Y资料 然后呼叫呢 刚刚这个逻辑师回归 然后分数是Accuracy 做10次 你看呢 这资料结果出来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这个CourseVerted Datial Score 点命 你就不用指定 可能它另外一个变数 也可以 用来做这个分类 然后它的目标呢 是叫Cross Entropy 那训练一样 用Gradian Decent 虽然你找不到一个漂亮的公式 去求它的一次微分为零的点 然后我们看了一个Iris Dataset 它是有四个特征 然后来预测三种这个鸢尾花的这个类别 然后我们分别看了 用一个特征 两个特征 这个四个特征 来预测两个类别 或是三个类别 那三个类别 就要用Soft Max 这个回归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这个交叉验证 以及这个广格搜寻 目的是找到比较好的 这个训练的这个模型 希望预测呢 会准确度会提高 所以这个是第六讲 所以这第六讲跟第四讲 构成了两大类的监督式学习 一个是数值的 一个是类别的